我把邊邊角角全部打成窟窿套氣 需要套氣的 然後下面呢 下面會搖一點接水 它就是水不會乾搖一點點水 然後呢這個大也是這麼處理 在下面一兩厘米 一兩厘米打開 然後中間 所有每一個我都打了 看著打就行 每一個打的不規則 下面儲存水分 上面這個根系 呼吸那個空間 然後這個土提早拿進來 換在裡面化冰 因為外面的現在還接著冰 現在這個季節了 又準備開始玉典苗了 什麼荒芹什麼的 然後呢 因為我之前用小的盆雨苗 我發現長得不怎麼好 所以今年改成大了 那我用的就是這個圓土 再加這個一點那個 它這個是 聚墨 聚墨堆肥 現在那個土還有一點冰 所以要提早給它 調一下 調一下 然後呢攪拌好 換在這邊它溫度裡面溫度比較高 然後呢 就 就把它攪拌一下 攪拌好了 然後就 等這個土的溫度 能達到十幾度的時候 我就開始播種 然後這一種 這一種就是比較 這一種就是 這一種就是 純那個 聚墨的 就是那個木線 我是總之種下去以後 我就鋪一個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孫軟 但是我不靠進去 不把它這個 這個 攪拌到這 這土裡面 也因為 那個吸水性太好了 所以我用原土摻這個育苗就行 然後現在又先準備 然後下個星期應該準備育苗吧 育點瓜苗什麼的 然後先把土攪拌這邊 讓它 稍微的適應 適應幾天就開始 好了 那麼今天就介紹這些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